哈囉大家好 我是凱傑KJF 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蹲舉Squad 那一開始剛接觸蹲舉這個動作 要先注意什麼呢 要先注意站姿 站姿很重要 一開始在剛學的時候 要怎麼樣去找到站姿適合自己的站具 那這個站具不會是透過別人 來告訴你說需要站寬一點 站窄一點 因為這是大方向 但是只有你自己可以找到一個最適合自己的站具 那什麼找呢 那第一個就是你可以用很舒服很輕鬆的方式蹲到底部 你可以在底部的位置上下的震動 上下的震動 如果你在震動的過程當中 你的寬內圓內側 或者是膝蓋腳踝有緊緊繃卡卡的 甚至是不舒服 那這就是不會是你適合你自己的位置 不是適合的動作 如果如果我現在站寬一點 有些人的站具可能會站得比較寬 那如果我現在站具站寬一點 我下蹲 在底部震動的話 那這時候我的內圓內側就會出現緊繃感 就會有不適的感覺 那如果我站得比較窄 那蹲到底 可能不會有不適的感覺 但是重心會跑掉 重心會一直往向後倒 重心會很容易向後倒 那有不適的感覺 不舒服的感覺 緊緊卡卡緊繃感 甚至是重心跑掉 那這些都是需要去注意 需要調整的部分 那知道怎麼調整呢 如果一開始你是站得比較快的人 那有不舒服怎麼辦呢 你就可以適時的去調整你的站具 去左右移動左右移動左右移動 慢慢的去慢慢的去收你的腳的站具 慢慢的去收你腳的站具 那在震動的過程 你可以去找到一個比較適合你自己的站具 比較輕鬆靈活 你的關節不會緊緊卡卡的感覺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如果一開始站得比較窄 那你可以適時的往外移動 往外推 推開推開推開 那這樣子也可以找到一個比較適合你自己的站具 好接下來 我們要來說 蹲舉的握具 那握具要握在哪呢 握具一開始 不建議握得非常寬 因為我們的手也是有相當的輔助功能 所以手的握具 不建議一開始握得非常寬 那一開始你可以先比一個大拇指的握具 比在內緣的位置 比出一個大拇指的握具 那比好的時候 那再伸進去 那如果你在進去 起槓的過程 你的手臂很緊繃 卡卡的感覺的時候 你這時候再適時的 往外移動 往外推 那讓你的肩膀 那讓你的肩膀 手肘 手腕 讓你的肩胛 可以比較輕鬆 螢火的狀態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一開始就是握得非常寬的人 你可能手也是輕鬆的 但是手就變成沒有支撐力 沒有輔助的功能 手就變成裝飾品 所以手也要適時的往內收 適當的往內收 可以增加身體的穩定性 所以剛開始學蹲舉 要先找到自己的佔具 還有手的握具 啊 歡迎訂閱分享